这边这一排被勾好了啊 勾到最后这个八个也勾完了 然后我们连接就是在这个第一个的这个长针上面 然后勾进去 然后把它锁一针 大家看好了啊 这边锁一针就可以了 锁一针 然后我们这个花瓣虽然这边是勾完了啊 然后我们还要再勾两排短针 就是就是围着这个圈圈啊 不加不减的都在这个上面 这个辫子上面就这样看得清楚点 就在这个辫子里面再勾两排短针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个围着的这个地方啊 两排短针 我们简单的来教一下大家短针怎么勾啊 然后我们这边锁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起立针 好起立针勾好 然后在下面这一个辫子里面 大家看好了啊 直接穿进去 不用绕线啊 绕线就是勾长针了 或者是中长针 就直接穿进去 然后把它勾出来 勾出来 然后勾针上两针 然后直接把它套下来 这就是短针的勾法啊 这个就是短针的勾法 然后再套进去 然后再把它拉出来 这样 直接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针出来 然后两针直接 这样套过来 这个就是短针啊 勾两圈 都是这样啊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这样 勾出来 然后拉出来 这个短针就完成了 拖针了 拖针了 就这样啊 一直勾到 勾到这个 勾到这个地方 一开始起立的这个地方 围一圈 从这边勾过来 围一圈 勾一圈之后 然后再勾一圈 就两圈勾好 勾好了之后 我们就这一个 整个大花瓣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来教大家 勾半个花瓣的勾法 大家按照这个法 把这个短针勾完 就我刚刚教的 就直接是在这个 每一个这个辫子里面 勾一针出来 然后直接这样套一针 就是一针短针完成 这样套一针 一针短针完成 好就这样啊 大家就把这两个短针 两圈短针勾完